第一下这一段 专论执行 又何为执行 因为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什么叫执行 无量受尽重要 饮是公之语 这是旧摩洛士大司 旧摩洛士大司 讲经的时候 说了个比喻 譬如有人 遇到卧贼 这个卧贼我们讲强盗 遇到强盗了 强盗直来与杀 那是要杀人 强劫的 欺人请走 这人赶快跑 跑到遇到河边 这河怎么过去 渡过河之后 跟强盗就远 距离就远了 能脱险了 二十 但念度后方便 这个时候全心全力就想这一种事情 这活我怎么过去 别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叫执行 这叫义行 要一念 但有此念 更无他念 当念度后 就是一念 临终念佛了 也是要这一念 我们只想到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什么方法能去呢 真心真愿 有这两个条件 你就能去 如何落实 这一句佛号 落实了你的真心真愿 你就真去成了 而且评位非常高 为什么呢 你是真心一念 此等身念 不早于念 行这一儿 修行人 也像这个样子 若念佛名 若念佛像 念佛的像好 或者念佛的名号 念佛的像好 叫观想念佛 念佛的名号 叫持名念佛 多谢 无尽念佛 因为念佛像好 行要细 到时候来不及了 来不及 你就念名字 六个字太多了 你就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这些越简单 越好啊 你念这四个字 它就相应了 说 如实至行 乃至神念 设具阿弥陀佛 示威 行人念佛 行人是修行人 修净土的人 如比 比喻当中 那个想度活的那个人 那个度活的人 后面是由强盗追赶他 要杀他 他要逃命 所以因为逃命 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看到前面这条河流 一心想着 我怎样过去 所以 只是余度之念 更无他念 使命之心 这是 旧摩罗舍大死 用比喻 什么叫执行 叫夜行 里面不会有杂念 专想着这一段事情 灵敏总是 我们要真正能够意识到 就跟渡火一样 我要渡不了这一关 被强盗抓到就被他杀掉了 如果我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就要再受六道轮回之苦 苦不堪言 要有这个意识 我不能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一心要求极乐世界 那六道轮回的逼迫 就好像强盗在后头追赶了 那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过活了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这个要紧了